赶快快给朕出来 坏了 这次祸闯大法了 快 走开点 在下是都尉府的 请通融 是 手在这 藏猫猫呢 不敢出来啊 还是嫌我带的礼物太轻啊 把朕这凡间的天子 不看在眼里是不是 好 给我问 怎么 让朕像民间百姓一样 给你下跪你才肯出来 是不是 皇上 不用不用不用 臣在这儿呢 臣 刘伯温 拜见皇上 你就是那大臣啊 不是不是 朕看着也不像啊 这怎么弄得跟个土猴似的 是是是 扶朕上去看看 皇上别去了 脏 再说还得爬梯子 梯子爬什么 朕从小爬树长大了还怕爬梯子 啊 扶着朕 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有点意思啊 扶着朕 慢慢活上 慢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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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叫人把朕的那个大殿 也改造改造 朕也藏起来 朕给文武百官 也来这么一个隔空巡化 别别别 皇上 那文武百官得下死多了 王大大 许你下人 不许朕下人 就在这儿天天这么猫着 装身弄鬼 感觉好吗 还可以 你呀 从装风到装鬼 你这本事越来越大了 没没没 皇上 那比皇上还是差一截的 怎么说 臣装风弄鬼的不过方圆百里 皇上那是玩弄天下 那朕哪天把天下借你玩 臣不敢 咱们谈正事儿 你可知道朕为何前来啊 臣知道啊 肯定是有人弹劾臣呗 说臣 私自塑像 号称神灵对皇上大不敬 再有就是装神弄鬼 欺骗百姓收敛钱财 八九不离十啊 朕想听听你作何解释啊 臣作何解释啊 皇上心里明镜似的 我有什么可说的 臣就是想听听你当面解释 皇上 臣装神弄鬼可也是为了 震慑这一方的小鬼啊 太笼统了 朕要听细节 朕可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 臣的故事 每天都有人给皇上汇报了吧 不成不成 此人已经被你给收买了 跟朕这敷衍了事呢 而且呢 他说的事情 跟流水账一般 且毫无文献 朕正考虑撤掉此人呢 千万别 皇上 朕人臣用惯了 您还是留下他吧 臣舍不得撒手 你还要跟朕抢人不成 朕听说你还会变戏法 哪儿啊 雕虫小技让皇上见笑了 你给朕编一编 臣真不会 朕千里迢迢地赶过来 你敢说你不会 臣试试 皇上您看 什么都没有吧 看着 还挺香 皇上啊 其实这点猫腻啊 全在陈这俩袖子里的 您看这个 您看这个 您这还好点 您这上这 刘伯温呢 刘伯温 真是有你的 对了 这这还有东西呢 来 这是什么呀 是皇后 给大神的贡品啊 多谢皇后 吃吧 我一路上都用暖炉暖着呢 趁热吃 谢皇上 味道怎么样啊 韭菜馅的 皇后娘娘做的 臣最爱吃 怎么了 皇上饶命 饶你什么呀 朕怎么不明白 皇上 臣刚才把印有皇上年号的钱币 吃到嘴里去了 臣明白 这是皇后提醒臣 不得妄自尊大 冒犯皇上 吃出个钱币 就这么多的说辞 你倒是真明白啊 皇上 臣在这儿 造相装神的 这确实是对皇上大不敬 但是皇上 能否听臣解释一下 你说 皇上 臣这么干 实属无奈啊 第一 以毒攻毒 你不用这种鬼神之法 不足以震慑王神仙这种小鬼 第二 百姓盲目 他们是被这种法术蒙蔽了 你必须得请出 比他更厉害的大神来 才能让他说出真相 知道了 起来吧 谢皇上 坐 那你装神弄鬼这事 效果应该不错吧 确实还可以 臣呢 逼得这王神仙 当着百姓的面 说出他所有行骗的真相 而且吐出了全部的财产 对了 归还百姓之后啊 还做了名策 臣一一登记 请皇上过目 嗯 朕知道了 这个账本 足以能够证明你的清白 还有呢 朕料你 不止就这么一个账本吧 嗯 嗯 皇上果然盛名 嗯 皇上 嗯 这是王神仙 多年以来 与京城高官往来礼金的戏 请皇上过目 没有官商勾结 一个江湖小会儿国 怎么能做得如此的轰轰烈烈 这些知府知州大人还都很虔诚 这王神仙还真懂得知恩图报 怎么 这九月五日 某京城官员接受赠金五百两 这名字怎么是孔缺的呀 皇上 嗯 可能是认识的官员太多 记不清了吧 是忘记了还是不敢说呀 应该是忘记了 什么叫应该是忘记了 哎 那朕要不要刑部 来审审这个王神仙呢 皇上 不必审啊 逼供出来的东西 他真假难辨 好吧 这算是你御事忠诚 应尽的职责吧 是 哎 你何时去放养啊 臣还没回去呢 嗯 这是在回家的路上 皇上总得让臣回家歇两天吧 还歇啊 这么大个庙 成天你端坐在那儿 供人朝拜 你还没歇够啊 皇上 被人朝拜的是那泥塑物 您也说了 臣不是趴在上面的土猴吗 这土猴累着呢这个 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那朕就放一架 你先回家歇着吧 谢皇上 嗯 这个账本我就收着了 那个你留着 是 还有 那个钱币 朕就送给你了 皇上 请无论如何转告娘娘 臣谨记皇后的教诲 谨记 原本只想替张小五打一支小鬼 没想到动静这么大呀 牵连到这么多人 最后连皇上都惊动了 我听说 皇上并被追究名单上 那个空缺的名字 也没追究胡卫庸对我的诬告 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京城官员两人 接受赠予黄金五百两 李丞相第二次去凤阳 是几月几日到的金华府啊 回皇上 奴才记载是九月五日吧 刘伯温啊 刘伯温 你是太聪明了 你不肯直接说出李善长的名字 是主动示弱 做出退让和宽容的姿态 其实是 以退为进 以守为攻啊 这一点 你我心里都明白 出去 老师 情况也许还没那么糟糕 那怎么才算糟糕啊 非要等御师台的人上门来帮我才算糟糕吗 你偷鸡不成十八米 你捉弄了皇上 皇上把你们全赶出来 和刘伯温一个人密谈 他们谈什么呀 我问你 他们谈什么呀 你不知道吗 大明律 一个官员 只要贪污六十两银子 就要销售市中 可是老师 您手上有皇上的免死铁券 别跟我提什么免死铁券 我是有 可我儿子没有 我夫人没有 我们一大家子老老少少 上上下下都没有啊 是我一个人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啊 更何况 说不定哪天我也被你们这帮小人害死 还说要感谢我的提醒 那刘伯温真是这么说的 当然了 他一吃出钱币 立马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刘伯温哪 真是太聪明了 皇上 凤阳急报 李丞相患了疾病 正赶回京城 什么病啊 不太清楚 据说是积劳成疾 毒火攻心 你看见没有 又来了吧 就不能回点别的招吧 你先下去吧 是 他这是怎么了 嗯 被吓着了 我还没吓他呢我 看看这个 呦 九月五日 九月五日 官员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九月五日 李丞相还有胡卫庸 去拜见王神仙了 不会吧 擅长可是个胆小的人啊 嗯 他胆是不大 但自从有了你的免死铁券 胆子背得越来越大 我想不至于 他肯定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啊 面子软呢 再说了 这上面也没写着人名啊 你看 他要写名字吗 我的秘密 每天每夜 每个时辰都跟着 那个时辰 去见王神仙的 只有他李擅长 还有这个胡卫庸 人家刘伯温多聪明 啊 特地不写名字 这就已经显示出高下之分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怎么样 救救你那个下尿裤子的李丞相 我看啊 咱们还是得见见他 我不见 好 你不见 我见 你也不许见 我跟你说 以后 你不许再见你那个亲家 哎呦 你放心 我不去 叫他来 来了我也不见 你贱贱 你听听他怎么说呀 他要是受别人的蛊惑呢 来了一定会认错的 对皇上还是忠心的 那他要是不认错呢 那 那皇上看着办吧 来人 在 叫立山茶 进宫面君 是 一会儿皇后来的时候 老师您的庄库 越伤心越好 来了来了来来来 老爷 皇宫里来人了 是皇后吗 不是 是都尉府的人 宣老爷进宫 啊 都尉府 进宫 马上 哎呦 这 完了完了完了 皇上一定是看穿我了 皇后也不救我了 神明是那刘伯文搞得黑壮 叫我进宫 这就是要把我抓起来啊 我从此再也回不来了 好了好了 老师 您别着急 如果真要抓你 可不直接派兵来啊 说的是啊 马上进宫 换衣服 换官服 不不不 换长服 快走快走 快走 别慌 皇上 李丞相带来了 让他进来 皇上 老臣犯了大罪 求皇上 恕臣死罪 你先下去吧 是 擅长 你起来吧 有话慢慢说 谢皇后 跪着说 李擅长胆小如蜀 但嗅觉灵敏 以他的本能 他会主动洗刷自己 再一次转飞为安 而王神仙 因为神经错乱 被抓进官府 唉 我好不容易 争取到返乡的机会 也泡汤了 要不皇上又盖了主意 召我回京 说返乡之事 在意 带我老衣 我看是